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飘姐说动漫 外面的世界五彩斑斓 小时候的你们,是否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和好奇 是否天天想着快点长大,好去外面世界闯荡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在一节车厢里,祖父坐在一旁认真看书 小女孩在车厢里来回跑动 她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十分好奇 她看见有人下车便告诉祖父自己也想出去 但祖父却拿出一只波浪鼓给她玩来转移她的注意力 没多久,小女孩又被车窗外迷人的风景给吸引住了 转头正要认真欣赏,祖父常地将窗帘拉下 顺手拿出几颗弹珠给她玩 小孩子多次试图去拉开窗帘,但都被祖父阻止 随着女孩逐渐长大,祖父的双腿已经长满了藤蔓动弹不得 此时的女孩正处于叛逆期的年纪 望着一个个能走出车外的大人感到十分羡慕 为了渴望出去,她少见地发起脾气与祖父大吵一架 时间一晃过,小女孩如今已经成年 她已经可以独自地离开这个列车 她走向列车门口准备离去 但此时,她犹豫地转头看向祖父 原本一直注视着小女孩的祖父 看到小女孩目光,她的视线像孩子一样慌忙躲闪 女孩回到祖父面前,她使劲地解开缠绕在祖父身上的藤蔓 她想带祖父一起离开这节车厢 她哭着努力着,试图拨开祖父身上的藤蔓 她舍不得将祖父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看着哭泣中的女孩,祖父想伸手去抚摸女孩的头 可犹豫了片刻,还是收了回来 或许祖父担心,她的举动会影响女孩的最终决定 祖父拿出行李给了女孩 此时祖父眼里只有疼爱和关怀,没有任何的严厉 小女孩紧紧地抱住祖父,泪水像潮水般的汹涌而来 许久之后,女孩拿着行李与祖父道别 女孩跨出车门,离开了这个承载着她成长的火车 故事中,祖父希望小女孩永远在自己的庇护下长大 但岁月催人老,祖父终究会老去 小女孩却会成长 儿孙自由儿孙福,也许放手是更好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